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第一节就说一些能量级数很强劲的东西 大家可能都有照X光的经验 大家也试过去尝试去接触激光 即是可能就算你是一个laser pointer 拿着一枝很微弱的激光笔功率不高 就用来做演讲教书的 那些功率不高,但也是一种激光 但我们很少可听的是激光的颜色和不同种类 大家可能会见过红色的激光 最容易见到,绿色的也都市面上容易见到 但如果说到蓝色和紫色那些 就相对可以比较危险 或者有些人用到观星笔 那些可能也会用到蓝色和紫色的激光 那它也因为不是太显眼 所以同时也不会太多人去用 但是当然这个种类不是限制于我们肉眼看到的颜色 那你也可以有能力去发明到 比如说是紫外光的激光 比如在光刻技术去制造晶片 你需要去做一些比较精密的运算单元 那你就会需要用到一些紫外光 甚至乎在紫外光的范畴 还需要用到一些能量级数比较高 所以有些叫做超紫外光 极紫外光这些概念 就随着我们去制造晶片需要的技术越来越精进 就会用到能量级数和波长越来越短的那些激光 那X光来说 它就是比较紫外光 波长更短,能量更高 所以不用说 大家知道一定是更加厉害的 X光是危险的 可以帮我们去照穿到 透视到我们身体结构 那固自然厉害 如果再将做到X光的激光 其实以往我们不算做得很成功 但是刚刚这个星期 就在美国加州 史丹福大学附属的直线那粒子加速器 其实就孕育了现在世界上最超班最强的一个X光激光 那这里又要提一提 美国加州的史丹福大学的直线加速器 其实在整个物理学 尤其是在高能物理 粒子物理的范畴里面 它算是一个先驱 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上最强的粒子加速器 就是在瑞士和法国边境 那个双的粒子加速器 它是一个圆形轨道的加速器 圆形轨道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沿着环绕了一圈之后 继续令它加速 但是如果在未有这些圆形加速器之前 其实比较早期的粒子加速器 就要数回史丹福的直线加速器 它的设置很简单 就是在直线距离里面 就像一些轨道炮一样 就是用电池墙 将那些带电粒子 就去由一个位置 就一路慢慢加速下去 它最长的一段 其实都是说一公里 两公里三公里的长度 有效的加速距离 就只有那一至三公里 相比于那些圆形加速器 你越转得多圈 就等于你可以走的公里越多 所以它那个继续加速的空间 就会更加大 所以一说到那些粒子研究 加速这些东西 是你自从提到史丹福的slag 那个直线加速器之后 你很快就会跳到那些 比如在后来圆形的 更加大型的粒子加速器 说的是双的那些加速器 才能够去联系到 我们今时今日最新的厉害的发现 回到我们现在这个主题 这个原先在美国史丹福大学 那个直线加速器 大家没有忘记它 大家发现它有一个很好的潜质 就是说它有能力 去将一些带电粒子加速 如果我给它的量 能够给得足够多 这些加速得那么厉害的粒子 其实最后是有能力 是帮我制造到一个很强的X光的光源 在这里 又要去提一提 就是说 我们一般认识 产生X光的原理是如何 和平时的激光 产生X光的原理是如何 大家不妨去回想一下 其实在我们一个普通的Laser pointer 红色激光那些 微型的激光枪 它其实是一个半导体激光 里面你可以想象就是 那些光是 朗来朗去很多次之后 才射出来看到那个光 即是说里面要存的 OK 你要在里面能够朗来朗去存 你就只不如需要一些镜 将它弹来弹去 对于红光来说 我们比较容易找到好的镜 将它困住 朗来朗去 但是你可以想象 X光它是比其他的光的穿透力更高 我们能不能够发明到一个很轻巧 又很有效 能够有效到一个地步 X光穿不过不特止 还可以100%反弹走的 其实我们未找到这样的物料 这个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一些很轻巧 好像我们手拿着一支笔 那么小的一些比较高能量的激光 即是说你不可能将这个X光的Laser 是做到好像我们平时的Laser pointer 那么小 而原因正正是因为X光本身是一个穿透力太强的光 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些另外的方法 去考虑一下怎么做X光的激光 那么在这里 今次这个美国史丹福大学的SLAB直线加速器 它其实是完全用了另外一种的科技 来去将这个X光的激光的功率提高 而且它是超晒斑的 它是比起世界上任何 就是说现有的X光的激光 是强劲以千倍以万倍的计算 即是说第二强的已经是弱成一万倍了 所以这是一个超晒斑的X光的激光 在未说它这个X光的激光有什么潜在用途 为什么我们要发明这样的东西呢 是不是拿来做武器杀人呢 当然不是 它的科学价值是会很大 但是我这个放在比较后再说 大家在说这个之前 我又想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激光 它有一个这样的工艺 可以做到这么强的激光 用现有我们去做红色激光 绿色激光的那种技术 我们做不到X光激光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完美的镜 来帮我将X光在这个空间里面 让它能够存到足够的光 来变成一个很强的激光 在这里它用了另一种方法 首先大家可能在读书时代 你都会问 照它的X光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精神 其实是整得X光也是靠那一个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你要令到那些带电的粒子 能够在一个足够短的时间之内减速 于是乎它被迫要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将它的能量呕出来 就用一个光的形式呕出来 如果能够刹车越急剧 就是那个带电粒子 它在越短的时间之内 呕越多能量出来 出来的光就越可能就是一个X光 这些这么强的光子 就是如果你杀制有的杀得太慢的话 它最后出不到X光那么强的光 那可能是出了紫外光 或者一些更弱的光 都不奇怪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去想 怎么弄X光呢 你首先想一样东西就是 你又没有一个方法 将一些带电粒子 尤其是通常是用电子 弄到它很快很强 能量很高 然后有一个把给它打下去 于是乎它被那把截停的时候 在一个很短期间之内截停 于是乎就有X光可以放出来 X光在德文当初发现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长的德文 名叫Bamstralung 其实Bamstralung本身的意思就是 你利用一些很强的电子 就把它打进一个金属的目标物里 这个金属的目标物 它上面有很多金属原子 它上面那些金属原子的外围电子 被打掉之后很快 接着又会跌回到原子上面的时候 就会有一部分的光 会出到X光出来 那现在大家去照X光 那种需要的量 不是很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运用到这些技术了 你是要将一些电子 用家用的电压来将它加速 再打到一个金属的靶 于是乎就会有X光 就是我们平时医疗用的X光 最基本的原理 那这种产生X光的原理 它不是一种激光 那这里又要知道激光 为什么是激的光呢? 不是只是它里面的光子够多 不是只是说它的光子 都是同一个波长 那么简单 你一个光源要满足到激光的条件 首先 Monochromatic 里面每一粒光子的波长要一样 OK 另外就是说 它的数量也有多 那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条件 就是它有同上位 coherence 就是说 如果你将每一个光子 都好像波浪那样 画成起伏的时候 就是连每一粒的光子 去到这个位的时候 大家都要上到最顶 再过一点大家都要下到最底 是大家共同同步起落 同一个上位 还要同一个上位 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一般的半导体激光 我们有办法 是把它配置到做到这个效果 所以它是一个激光 那如果我们纯粹是 烧红的灯膽 它发光 那那些光就 很多种不同颜色 灯膽的光 你放过三菱镜 会出彩虹 其实里面有很多种不同颜色 而且它的上位不是一样 可能你起的时候我就下 而一粒粒就会互相不同 所以那个可以是很强的光 但是它不一定就是激光 那么现在这次 就是史丹福大学 这个这样的直线粒子加速器 它就能够利用它自己本身 直线粒子加速器 那条直线 就拿来做 将那些电子很有效地加速之余 也都运用到 那个直线加速器里面的空间 来去帮它产生到一个激光和上位的效果 就是最后出来 粒粒都是X光不特止 而且粒粒都是同一个上位 所以它是符合X光的一个定义 那里面这里 大家可能问原理是如何 首先看一个结构 如果看看另外一幅图 你就会看到 整个斜线连绵不绝 其实这里有三公里那么长 那中间这里 就是它的控制系统 和那套冷却系统 都放在这里 那它是为了去供应到整个直线粒子加速器 需要的供电和冷却 就要特意建设一个控制室 来进供能源 给它下去 那你如果去到那里 你看到整个结构很壮观 一个连绵三公里直线 不停不断的 一个这样的粒子加速器的结构 那这个就存在了很多年 但今时今日 它就变成了我们世界上最强的一支 X光的极光枪 好了 还有少少原理的东西还没说完 那大家看到在这个画面的图 很有趣的 做了一个好像波浪文的一个路径向前方 其实这里就是它有一个艺术性的表达 其实里面的电子 在那个装置里面不是走一条直线的 它就会受到一个很强的磁场 很整齐而又很强的磁场 而那个磁场 是由于用到超导体来产生 用到这些超导体来 就是说它受到加速 所以根据物理学里面的电子学定律 它就要放出光子 而且你令到它拼弯 拼得越急越短的话 它放出来的光就是越强 越可能就是X光 差最后还没去到加马射线 那么厉害 究竟它是加马射线 还是紫外光 还是X光 就很视乎你放在磁场有多强 以及你本身的电子有多强 令到它在弯曲路径中 不停地加速 不停地被咬曲走的时候 它就会向着同一个方向 放出X光的光子 于是当你上面每一粒电子 都是一起同步 这样受到干扰的时候 它们就会同一时间 在同一个阶段 一起放出一个同步的X光的光子 所以出来就更加可能 符合了这个激光的定义 这种设计 所以你就会想象 它跟我们一般手持着的 普通的红光、绿光、激光一定很不同 它就不需要一些在窗前、窗后 去弄一些90多或100%的反射镜 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做到一块 对于X光是90%、100%的反射镜 那就是透过这个原理 我们就将这个电子 不停地担弯 令它不停地放出这个X光的光子 最后你不只是一粒电子 去做这个东西 是一堆电子 都做很多次 最后出来的量就会很厉害 而且它是在一个传统的粒子加速器 那里做的 它可以放很多 功率比很大 所以最后出来整个X光的强度 比起以往的X光激光强了 是以百千倍、一万倍去计算 在这一节要完结之前 就说了 那这种X光的激光有什么价值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化学、生物学里面 X光都是一个从来 或者在物理学里面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帮我透视一些东西 它不是像我们照X光 透视我们的骨骼结构 直接就拍到我们整个影像 一个菲林 你看到哪里白点、黑点 就是我直接影像 很多时候就是 它的X光 会经过了一个物质结构 之后 就会有些散射 我们由散射的形状 去跟我倒转 运算里面 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结构 就是说 你可以这样想象 我是纯粹由它那个 倒影那里 猜到原本的东西是什么 只要你是一个很好的数学 光学的数学 你是有能力计算这件事 我们可以对我们生命细胞 这样去做 使我们的身体生命细胞 比起生化的过程 可以用这么强的激光 去帮我记录上面所有的电子 它的动态是怎样 它的状态 那一刻的状态是怎样 就是你可以想象 它是一种成为一个解像度 和精准度很强的一个X光的影相机 是专门拍一些分子结构 和原子结构这么小的世界 一个这样的影相机 而且可以记录得前所未有地很详尽 我们预期可以有了这个X光的激光之后 你去拍那些光合作用 或者一些很复杂的 那些新陈代謝的生化反应 就算那个步骤多急也好 和你牵涉到多庞大的物质系统也好 你给这个量那么多 而且那么强的X光照过之后 你就可以帮你每一个分子上的电子 都拍一张照片 拍下它在哪个位置 最后就令到我们对于整个的生化反应 有一个史无前例最详尽的了解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呢 要这一节特意说这件事呢 就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工具呢 我可以这么说 美国这个史丹福大学这个机构 如果以后再有人要借这个X光的激光 来研究一些很精细很急剧的 一些新陈代謝反应 植物的生长 一些总之不是那么简单 可以写一条普通化学式 是一连串 进行得很快的 一连串连锁反应的那些化学反应 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X光的激光 是将会率先去揭露给我们看 就是以后我们再看光合作用 不是最简单 就只是说那些光 加上这个二氧化碳 加上水 跟着出来就是这个糖分和氧气 就不只是那么简单一条式了 就是里面在一个一刹那一瞬间之间 出现可能千千万万个中介步骤 很可能就可以由这个X光的激光 将我们呈现出来 那我们这一节讲到这里 那我们第二节继续有其他精彩的内容